大家好我是林柏悠 那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這台Focus ST的Wagon 其實在2020年的時候 UKAR的賽道測試計畫 我們就已經測試了ST的版本 那ST它跑在是兩分鐘以內的一個表現 我想應該許多人都會好奇 如果今天換成是ST Wagon 它會有怎樣的一個成績呢 但是我這邊要跟大家講幾件事 第一個是 現在的利寶賽道 它其實是改成二三彎 在2020年我們測試Focus ST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21彎 這個大概會有幾秒鐘的一個差異 但是這個幾秒我們等一下會請專家來告訴我們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一次我想大家好奇的點就是在於說 如果就原廠的數據來看的話 Focus ST它0到100的加速是6秒 但是Focus ST Wagon 雖然它看起來比較長 看起來也比較重 但是 0到100的加速其實跟ST只差了0.1秒 所以大家就是會好奇說 你看0到100加速只差了沒有一麥一麥 所以就告訴我們說 它應該在賽道上也會有不錯的一個成績 我想呢大家對於Focus ST Wagon 感到好奇的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現在國內市場 並沒有Focus的Wagon車型 福特六合它是直接 將ST Wagon導入 也就是說 目前你都要選Focus的旅行車版 基本上呢 大概就是只有ST Wagon 目前來看福特在整個性能家族 我們扣除掉野馬這個比較美式的一個代表之外呢 原則上 大概就是 ST系列的一個作品 我們這一次呢 賽道測試的計畫 我們也特別 再找來了ST Wagon 我們去上賽道 來看一下 到底它的成績怎麼樣 但是呢 在這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幾個 ST Wagon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車頭的部分 你看水箱護照 然後在它兩邊 氣霸的 寶桿的造型 其實都跟ST 好像沒有太大的差異 最關鍵的辨識特點 就是在它的頭燈的 驟形燈 那驟形燈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驟形燈條 它跟ST是不一樣的 整個Focus家族裡面 目前 也只有ST Wagon採用這樣的造型 他們稱之為 旭日之刃 那另外一個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尾巴的部分 在整個 逼住以後的線條 其實是跟ST不太一樣 當然 就是因為車身長度 大家可能看正車車就會看得出來 那其他部分呢 ST Wagon它的胎圈配置 基本上跟ST是相同的 都是標配了米其林19吋的 PS4S版本 那還有一個外觀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紅色的煞車卡鉗 ST Wagon跟ST一樣 它的動力數據是 2.3L的渦輪增壓引擎 它擁有280P的最大馬力 另外一個它扭力也超過42公斤米 搭配7速的手自排變速系統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事情是 它的駕駛模式也不太一樣 因為它有賽道模式 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還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配備 包含了 電子限速差速器 偏時點火的部分 這些呢都是為了展現它的性能 它在懸吊的設定上 也是有專門的一個設定 講了這些呢 它就是為了要讓自己的性能 無論在動力輸出 在操控表現上 都比較強悍 當然是相比於一般的Focus來說 這是一個比較性能的一個作品 但是呢它究竟有多性能 但是呢它到底有多厲害 一切我們上賽道去看 來走 我們去找陳一帆 那這一次呢我們也有 這台ST Wagon 我剛也拗你測試了一下 你上次有測的是ST嘛 你覺得Wagon跟ST 最大的差異點在哪裡 其實坦白說因為Wagon比較長一點 所以相對的它的 後面會比較沉穩一點 不過因為這個地方 它比較需要的是 靈巧 因為利寶死彎居多 低速彎居多 你沒有靈巧你車子要過完會比較 掙扎一點 不過其實它還蠻訝異的 因為我們剛剛下去是算半濕半乾 所以 它並不會有一種 矢盾的感覺 它還是進去就跟得進去 然後它也不會因為 可能前面抓得住後面變成說滑下去 並不會 它後面還是蠻穩的 它壓得住 所以我覺得 它 蠻讓我有點訝異的 因為 以這種車廠跟 後面這樣子的配置來說 一般我的期望是會 可能我進去它 它進得去 可是萬中它就會慢慢的被帶出來 因為後面跟不上 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 你這次 SD Wagon的成績跟 SD的成績差的蠻多的 當然這是故意虧它 因為實際上 不太一樣 去年我們測SD的時候 它是21彎 對 這次是23彎 23彎其實 不要小看這兩個彎 一凡你覺得這兩個彎平均 至少要多幾秒 其實有時候看車種 那一般我們會抓大概5秒上下 那當然 因為你 天氣的狀況也有差 對呀 因為今天是 濕地 雨天濕地 然後23彎 對 所以成績上可能 當然跟SD差異比較大 對 其實我覺得 握以全桿 然後抓地利好的情況 其實再快個2秒 不是問題 因為這個也會 連帶影響到 你進 多的那兩個彎的 速度 所以你 秒差上相對的 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 這樣的差異來說 以這個成績 我覺得是 可以接受 對 那 那因為 今天的 長地狀況 對啦 所以 比較實歸 這次呢 其實我覺得 你可能也有發現 我們這次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也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溝通一下 其實福特在ST這一塊 其實他做的 蠻不錯的 他其實在整個 樂趣上也是很足夠的 然後在一般道路上 實用上 像你看 五門 比如說你想要出門 去遊玩的時候 他也很適合 然後你現在要下賽道 他也很OK 大家也可以好好欣賞一下 看ST Wagon在賽道上的一個表現 MING PALECES MING PAVE